看见巨骨魔猿的表现 风云无忌轻轻地叹息一声 拍了拍太古魔猿 扇一般的额头 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无忌 这是怎么回事 古屋开口道 风云无忌脸上 露出一抹笑容 当初 我从魔界水牢返回太古不脚 正好遇上这家伙被人围攻 那时他正好处于幼年期 我本欲击杀他 最后看他可怜 放了他一马 妖子结下缘分 后来遇见他与一离鸾争斗 吃了亏 又助了他一次 从此他便跟了我了 回到监狱 做了守护山门之兽 后来我正好修炼 不知怎的他便失踪了 直到如今 我一感觉闹到气息 便知是他了 一饮一拙 皆有前定啊 纵横古今 鲜有人 驯养过太古魔源 只因这太古魔源 乃天地间 力气所生 极为难驯 当初 宣元至尊 曾试图 驯养一太古魔源 但最终 还是失败了 皆因 暴力与嗜血 几乎深入 他们的灵魂 根本不是 人力可为 另一个原因 也是宣元至尊 当年收服 那头太古魔源 已是成年期了 能如你这般 遇到幼年期的 太古魔源 并加以驯服 实事运输使然啊 古屋感慨道 关着太古魔源 刚刚主动吸纳 天地星辰之力的 情况来看 却是大义于 普通魔源 其力量 应要远强于 普通的太古魔源啊 我当初 曾以神识 估摸着太古魔源的 体格构造 特意 根据其体型结构 为他在体内 拓开了一条 经脉功法 如今看来 却是有些成效了 风云无际 温和地看着 身下的太古魔源道 古屋与战地 互相看了一眼 同时道 或许 情况 并没有那么扮 两人的目光 同时集中到 太古魔源身上 太古魔源 见到占地云谷 看他 突然咆哮了一声 猙獰的獠牙伸出来 不服不愤地 恶狠狠地 瞪着两人 风云无际 拍了拍 太古魔源的额头 这畜生 又露出了享受 温顺的眼神 古前辈 听说轩辕至尊 曾圈养了一头 太古魔源 那 那头太古魔源呢 传闻 那太古魔源 实在难以驯服 若放他出去 恐怕 又会造成 无边杀戮 所以 轩辕至尊 便以极大力量 开拓出一个空间 移植山川 河流 非其凶兴兽于其中 再次将那太古魔源 送入其中 并且封闭了通道 当然 这也只是传说 真正情况如何 我也并不是非常清楚 古屋想了想 说道 便在这时 一直注视着太古魔源的战地 突然开口了 语气有些凝重 无忌 你要小心了 你仔细 看他的眼睛 风云无忌 初时惊喜于太古魔源 消失许久之后 被战地提醒 这才仔细 看向太古魔源的眼睛 这一看不由微惊 太古魔源 虽然眼中一片温顺 但仔细看去 却可以看到 一层淡淡的血红 时不时地浮现在 太古魔源的瞳孔表面 每一次浮现 太古魔源 都会不自觉地刺起牙 露出一副猙獰的表情 无忌 你试试远离一会儿 太古魔源 战地说道 风云无忌没有丝毫犹豫 身躯一荡 已然飘身 退出了百丈 几乎是在风云无忌 退开的同时 一股血红 由极弹到极深 迅速地 从太古魔源的眼中涌出 太古魔源猛然咆哮一声 一说同龄般的巨眼 完全变成了血红 身躯猛然直起 一拳带着无尽的钢锋 便向战地 与古屋轰去 战地的身躯一晃 立即向侧方 划出了数百丈 而几乎同时 古屋身躯 化为一旁绿光 散开 消散不见 轰隆 一道浩浩 如彗星般的拳进 从太古魔源 抖大的拳头上 破空而出 卷起周遭 近百丈范围内的空气 在一阵锐笑声中 消失在南方的群山之中 臭伤 还不住手 风云无尽冷喝一声 飘身而起 然而刚刚靠近百丈之内 太古魔源 双眼中的血色 便迅速退进 悲鸣一声 双臂垂拉 巨大的头颅 低垂下来 急许墨律 从虚空中蹦出 重新构成 古屋的身躯 一手指着天上的 茉莉之星 古屋说道 茉莉玄空 天下 力气太重 这太古魔源 原为力气所生 在如此情况下 居然 还没有发作 只能说 他灵质已半开 而其中的官桥 便是你 嗯 战帝也点了点头 神兽之中 以成熟后的太古魔源 最强 你这魔源 在未成年之前 便授予他武学功法 是乃前所未有的事情 这头魔源 前途不可限量 至少我还未曾听说过 哪头魔源 能主动吸纳 漫天星辰之力 无忌 恐怕 你得一直带着 这头魔源了 否则的话 一头会武功的魔源 造成的杀戮 绝对会比任何一头神兽更大 风云无际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 身下火雾晕印 皮毛发亮的太古魔源 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便在这时 西方 那祖鸾突然之间 撇下了祖离 向着东方而来 却使那祖鸾 瞧见了太古魔源 离鸾与雪梨 可谓水火不容 然而两种神兽之间的恩怨 还远远不及 与太古魔源之间来得大 身为天地间 最为凶悍的凶物 太古魔源 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那便是 击杀其他凶利之物 分而食之 在圣殿的记载之中 太古魔源 之所以称之为神兽第一 凶兽之王 也是因为这一点 太古魔源 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能力 那便是 通过吸食其他凶物的脑髓 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这种能力 远远不是其他凶兽 所能比拟的 在幼年期间 太古魔源的实力太低 还有所顾忌 但是到了成熟期 便本性暴露无疑 上天下地 只要有凶物之处 这太古魔源 便能轻易地找到 并残忍地将之击杀 从而吸收对方的能力 增加自己的力量 从黎轮到血鹰 从独蝉到东海深授 太古魔源击杀的力物 无所不包 也是因此之故 没有太古魔源诞生 必将引起 周遭飞侵走兽的攻击 也是因此 风云无际才会在容颜平原 返回时遇到黎轮 与那太古魔源相斗 话说着祖鸾 与祖黎缠斗了半天 谁也无法奈何得了谁 猛一眼瞧见了 身高过弯的太古魔源 那心中的力气与凶器 顿时一发不可收拾 立刻撇了祖黎 向着太古魔源急驰而来 树膝之间 已然不见了身形 只于一股刚风 从太古大地上刮过 那祖黎一下子 失去了祖鸾的踪影 撕下一瞧 也看见了太古魔源 双眸之中 凶器暴涨 一声长银 直接破空而来 滚滚的霜气 将天空渲染得一片霜白 太古魔源原本 乖顺地趴伏在地上 此时突然感觉 两道强大害人的凶器 破空而来 身上的长长毛发猛然一直 一抖便人力起来 身躯一扇 一股煞气破体而出 隐隐有海啸之音 风云无际突然一箭展出 一缕白光划过虚空 似是掌握了什么 发出了一阵金铁之声 与此同时 太古魔源肩上 突然出现了一条锋利的爪痕 一声尖利 从太古魔源身后的上空传来 与此同时 一道狂风迎面吹过 太古魔源猛地转过头来 转头看向空中 祖栏舒展着翅膀 托着美丽的羽翼 在空中沉浮 一双锐利的眼睛 恶狠狠地盯着太古魔源 太古魔源猛地发出了一声咆哮 脚下一跺 大片的地面坍塌 身躯已若离弦之剑一般弹起 眨眼之间 已失去了踪影 祖栏的身躯一颤 带出了一抹虚影 瞬间速度加快到极致 消失过剑 从地上拔空而起的太古魔源 堪堪一线之差 一脚踏在了虚空之中 太古魔源愤怒地嚎叫一声 另一只腿突然一蹬 硬生生地踏入虚空之中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身躯近万丈的太古魔源 居然悬浮在虚空之中 一双粗壮的手臂 重重地雷在发亮的胸膛上 发出了咚咚的声响 声音如惊雷 向四周滚滚而去 嗤 又是一道爪痕 凭空出现在太古魔源身上 但很快 太古魔源身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愈合起来 不过眨眼间 便又恢复如初 面对太古魔源 强悍的恢复力 即便立刻吹山拔跃的阻拦 一时之间 也难有太大的成效 远处 一条完颜数千里的白影 跨空而来 远远的一股凶利之气 便冲向了太古魔源 太古魔源抓不到 速度冠绝天下的梨鸾 那怒气池正好满直了都 被那阻力一挑拨 立刻转变了方向 咆哮一声 猛的一跳 直接扑向那阻力 阻力见状也不慌 直接嘴巴一张 喷出了一口茫茫的寒气 瞬间将那太古魔源 动成了一旋团兵 直接往下掉去 哄 那团玄兵还未落地 便猛然炸裂开来 太古魔源化为了一道黑影 静止扑向祖黎宽阔的背部 粗壮的左腿 在祖黎身上一踏 那祖黎身躯猛然一沉 张口便发出了一声痛吟 阻挛破空 一刺扇在了太古魔源身上 同时熊熊的烈火 瞬间将太古魔源上半身包裹 然而很快 所有的火焰 全部没入太古魔源的体内 消失不见 那紫红毛发上 晕音的雾气 也浓厚了几分 砰 在被祖鸾 扇下祖黎背部之时 太古魔源一遮身 猛然一用力 双臂死死地圈住了 祖黎的身子 那祖黎痛叫一声 身躯摆动 猛然化为一道白光 向清明之中飞去 同一时间 原本千余里的身躯暴涨 试图睁开太古魔源的双臂 太古魔源突然松开了一只手臂 空出来的手捏成了拳状 使劲地往祖黎的头上轰去 砰砰 砰砰砰 那太古魔源轮圆了拳头 一拳又一拳地砸向了祖黎的额头 每一拳砸向 祖黎都要腾得全身卷曲 剧烈地颤抖一下 众多神兽之中 以太古魔源的力量最为强大 即便是祖黎制等生物 虽然也受不起太多的魔源 那狂暴的力量 身躯不断地沉浮 跌撞 每次想回身 喷一口背上那太古魔源 便被太古魔源重重的一拳 将头颅轰了回去 那喷出的寒气便喷偏了 祖轮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极致 不断地用力会 钢尺 力爪 扑击着太古魔源 凭借着极限的速度 太古魔源几乎无法捕捉到他的踪影 不过 陷入发狂中的太古魔源 怒气完全倾泻到了祖黎的身上 完全不顾祖鸾的攻击 一拳又一拳的狂砸祖黎 拳拳倒肉 砰砰的声响 震撤长空 风云无际看到了此刻 却是瞧出 不管是祖黎还是太古魔源 亦或是祖轮 躯体庞大且强悍 最多也就是痛一痛 要想分出胜负 恐怕没几个月 想都别想 因此也不急于上前 转身对战帝说道 战帝 眼下这两凶兽 被太古魔源纠缠住 这可说是最好的情况了 其他一些成熟的神兽 不管是黎轮还是雪黎 以我们的实力 应该都可以对付 事不迟疑 我们先让所有的族人 避开这三个凶兽的争斗地方 这类顶级凶兽 气劲波及的范围 都足以让普通神级高手 神化飞灰了 嗯 战地点了点头 转身化为一道白红 向北破空而去 古屋前辈 那份天魔神通 便拜托你了 哈哈 这天魔神通 对我巫族 却也是有些用处 待我沿透之后 便会立即交于你的 古屋的身躯一荡 化为无数茉莉状蓄丝 消散在虚空之中 风云无忌回头瞥了一眼 看见太古魔猿 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事 便放下心泪 正欲前往法修的黄金城 一个红亮的声音 突然在耳边响起 无忌 现在是你最好的机会 苍穹至尊 风云无忌迈出的脚步收回 神石四下扫了一圈 并无发现 不要看了 我此刻并不在这里 无计 一意地靠法修是不行的 而且法修除了法族 有通天之能 一力都可降服着祖乱之外 其他法修 面对这种凶手 只能是封印以图 在这个过程中 面对凶手的精神反噬 法修恐怕会损失惨重 在神魔之战前 任何消耗都不是我们乐意见到的 风云无忌的 风云无忌的目中 露出了思索之色 不知 至尊的意思是 世界 无忌 去体悟一下 我告诉你的世界 苍穹至尊的声音 如文纳般 在风云无忌的耳边响起 体悟一下 千元至尊给你留下的那份 千元地心诀 与我的公爵互相印证 或许你会另有所得 至尊为何不出手 风云无忌下意识地问道 这等凶手 在内可引起滔天杀劫 在外却是一大助力 我还另有任务 而且 我只是一缕神石 若是消耗过大 会立刻回归本体 苍穹至尊的声音 越发的微弱 无忌 不要辜负我的期待 所有非生者中 你是我最看好的 而且 这次是你最好的机会 解决这次茉莉之劫 将会为你日后的行动 带来莫大的方便 说至此 苍穹至尊的声音 终于消散 九星连珠 天下尽致 三星悬空 天下不武 出自圣殿 神魔战机星 狂风浩浩 山风尽折 一座引入苍茫夜色中的 山风之巅 一名白衣男子 衣袍裂裂 盘坐于地 男子的眉头微处 目中不时露出了 若有所思的神色 每当有所得 右手便相应地 做出一些手势变化 而手掌下方 那片微缩的世界 便会相应地 产生一些变化 有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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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谓的